这件事情很关注 老想跟我要个定心玩是吧 所以呢我们也只能根据目前的情况评估 就是咱们人民币资产再往前走两步 金融战里就不是防守了 就是对美国金融体系的反攻了 哪两步呢你别着急 首先呢就是咱们必须反复明确的是 美元美债美股现在面临的麻烦到底有多大 对吧你看看巴菲特手里的现金 大概就能感知到了 巴菲特几乎好像就是在等着 美国银行业出现大面积破产一样 赚着3000多亿美元的现金史无前例 所以呢咱们就拨开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层层外壳 纷繁复杂的东西咱们全不要 就只说最底层最本质的美元美债美股 它面临的最重要的风险到底是什么风险 其实就是一件事 就是挣的少花的多的风险 不劳动者多得时的风险 对吧在全球范围内贡献少的人 分到了非常多的成果 是为什么原因有三 第一呢因为过往有重大贡献 第二呢因为受人崇拜景仰 第三呢因为胳膊粗拳头硬 就是因为这三点 第一你看就是任何人 如果他过往有重大贡献 其实都可以躺在功劳部里享受一段时间的 这件事里放在咱们社会里 其实也一样对吧 那美国人就也是嘛 他为什么管理全球 因为从一战二战到冷战结束 美国人可以说是很勤奋的 就是贡献大能力强 所以全球贸易体系 全球金融体系 全球安全体系 几乎都有他来管理 那然后他轻而易举的 就让自己分的多了 以公谋私 当然这属于没文化 小人诈父土匪做皇帝都是这样的 他不懂大国者下流 对吗 差了两三千年呢 然后呢第二 因为他成功 所以他输出的成功学有人信 你看咱们今天依然有大批人嘛 张嘴闭嘴 还是美国人当年的价值观啊 所以呢他受人敬仰 有人信奉他 有人尊敬他 有人愿意供养他 供奉他心甘情愿 所以他不劳动也能分的多 然后再有第三就是他军事实力强啊 不分不行 可以明抢 所以呢贡献少也能分的多 但是呢我们说一段时间之内可以啊 现在你发现这三件事情几乎都被耗光了 第一你看他的功劳部已经远远赶不上他的犯罪档案了 对吧 全球都得罪光了 最亲密的盟友也都离心离德了 参考法国德国 就是人家不愿意再由你来管理全球秩序了 第二哈 你看他自己的价值观已经被自己亲手打犯在地了 这件事呢参考2023年沙利文的演讲 咱们去年的视频提到了 对吗 这件事在历史上将有多重要啊 各位就相当于当年赫鲁晓夫把斯大林否了 你否定的是苏共 你否定的是所有人的信仰 你否定了你自己 他造成的是思想混乱 他毁掉的是构成这个国家的一切啊 政治智慧为零 所以未来谁还会供奉你啊 那最后呢 第三哈 一枚东风牌大火箭啊 砸在他家门口 毁掉了对他军事实力的所有盲从和迷信 这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至此呢 美国人根基尽毁啊 那美元美债美股持续从全球获得超额分配的权利没有了 我们之前打比喻 何聚变停止了 横行要走向灭亡了 对吗 好啊 各位这是咱们发动反攻的前提 就是务必先辅而后重生 我们动手是因为他自己要完蛋了 不是我们把他打完蛋的 对吗 人先一野而后缠入 所以呢 我们扛住了他的一波疯狂之后呢 还差两部金融战全面反攻开启 第一哈 资本市场继续涨上去 打破所有的疑问 你自己要先行 做出样子来 让所有人有信心跟着你走 对吧 第二就是让所有人都来买 让他持有你 并且看到收益 哦 中国行 安全又先进 他持有你的人呢 叫多头 对吗 利益共同体 所以这两件事做完呢 就轮到美国人接招了 对吧 这属于名牌 而且你看现在美国人 已经开始有所动作了 但是呢 接得住接不住 咱们不知道 动态观察 反正35万亿的美元天量债务 他自己看着办 对吧